結果呢你可以看到其實如果你用定義名稱的好處就是第一個 他的名他的範圍只一個名稱相對的他的公式會比較簡短一些些 所以我還蠻推薦的將來只要是跨工作表的範圍 一律都是用那個所謂的定義名稱來做相對的會簡單 而且也不需要說去把那個什麼列號啊 前面加個錢的不用直接就定義好就ok 所以定義名稱部分加上去 那再來的話就第二個問題如何把1的部分留下來 把0的地方去掉 所以比如說我要把這個當然你不用傻傻的一個慢慢複製啊 其實有一些方法最簡單 幾個方法當然我大概都說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你可以利用什麼利用上面的資料 那當然0跟1嘛不外乎就是這兩個 所以你可以把游標放在B1利用排序的 排序應該知道意思吧 排序的話當然有幾個 就是說他會問你說你要是由大到小還是由小到大 而且用哪一個哪一個欄位 哪一欄喔 特別說欄位 所謂欄位就是上面的名稱 上面這邊有名稱 不過因為這邊是空的啦 也許你這邊可以自己再加一個名稱都可以不加也沒關係 然後他會問你說 請問一下你要按照什麼按照查詢名單排呢 還是按照 這裡面空的所以他變成藍B有沒有 還是按照B藍 所以我們按照B藍 那我希望什麼要留下來的把它排上面 又是1 然後不留下來的把它排到下面就是0 OK那你可以什麼應該由大到小 有小到大 應該是大到小吧 1比較大吧 所以由大到小 按個確定 對象的話是直 OK按確定 好 那你會發現他要排完排完之後的話 1就在上面 所以其實 基本上 要找的就這一串 所以你可以把它Ctrl C 然後呢 再貼到這邊來 Ctrl V貼上 這樣就完成了 插完了